石湖塔的传说 传说很久以前 静江石湖半岛上住着两户人家 一家姓林 一家姓王 两家人的感情非常好 林家的男孩阿忠 王家的女儿阿朱 从小一块长大 彼此也情投意合 于是两家父母高高兴兴地 准备让他们成婚 新婚之夜 阿忠捧出精心挑选的梳妆静侠 和一条洁白的手帕送给阿朱 阿朱也将自己绣制 有鸳鸯图案的手帕 包着一纸手镯送给阿忠 他们俩都希望像鸳鸯一样 白头偕老 新地像手帕一样 纯洁无瑕 婚后 他们相亲相爱 十分的幸福美满 可是过了不久 这里下了一场大雨 发生严重的水灾 阿中的家产都被冲走 幸亏那定情之物还在身边 之后父母又相继得病过世 阿中走投无路 只好向一个财主借钱来办后事 为了还债与生活 阿中决定随同乡人到吕宋去谋生 这一去归其茫茫 恩爱夫妻却也只得含泪挥别 阿中一曲 转眼好几年了 阿珠住在一间破旧的草寮 靠自己灵巧的双手 刺绣挑花 除了勉强维持生活之外 还要还债主的利息 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每天早上起床 他总要对着阿中送的梳妆霞流泪 然后一个人登高眺望大海 可是望穿秋水 仍不见亲人的归来 这年中秋阿珠病倒了 他患了相思病 怎么样也治不好 有一天 阿珠又靠在梳妆霞的前面 发现自己已经瘦得像皮包骨了 不觉得伤心叹气说 情郎啊情郎 定情目还在 可你如今在哪儿呢 你可知道 我十年相思之苦啊 如今我孤单无依 还能为谁去梳妆打扮 梳妆霞 你就带我捎个信 给我的阿中吧 于是 他用结婚时 阿中送给他的白手帕 绣上一只哀鸣的孤雁 然后放到静霞里 拿到海边 让他顺着海水漂流 希望他能漂到清人的身边 再说阿中到南阳后 先是做苦力 后来因为他知书世字 得到赏识 不久就发财 开了店 正当他准备回来和妻子团圆的时候 一帮强盗 却抢走了他所有的财产 他只好又重新开始 白天拼命当苦力 希望能攒点钱早点回家 一到晚上 他就去海边 摸着阿珠送给他的手镯 对着唐山的方向默默呼唤 这一天傍晚 阿珠照例来到了海边 忽然发现一个匣子飘过来 觉得这个东西很眼熟 他捞起来一看 正是自己送给阿珠的定情静霞 里面还有阿珠绣着一只孤艳的白手帕 阿珠心碎了 他连夜打点行李 动身回唐山 当阿珠赶到家 阿珠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 阿珠痛悔自己辜负了妻子的情意 于是将还债剩下的钱 顾了人在山上建了一座塔 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切怀念 塔建成以后 塔日夜在塔里哭泣 最后吐血而死 如今石湖半岛上的石湖塔 依旧矗立 满山长着清脆的相丝树 每看见这塔和树 人们就会讲起阿珠和阿忠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是 启旨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